各位路人甲乙丙丁,大家好 这一集我们来谈力的现象与本质下集 这集我们要从一个方块的移动现象谈起 我们知道方块向右移动,有可能是加速度、等速度和静止 这个是你眼睛所看到的 那在概念界中,我们会怎么去画它呢? 首先,我们来看加速度移动的情况 我们会先画出一个方块,但是要注意这个也是抽象的方块 而这个是真实的方块,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第一个思想误区,误以为两个方块是一样的 第二个,我们会把力量加上去 这个力量的方向就相当于这个加速度的方向 那它的值就等于m乘以a 这个是纽顿的定律告诉我们的 那在概念界中,其实你可以任意定义方向的名称 假设我定义这个方向作为正向 与这个f同向 那我就把这个f叫做正向力 这个名称在线向界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误以为这个方块它向右做加速度移动 是因为正向力 其实这是倒因为果 它因为的是万有盈利、见解力等等真实的情况 而在概念界中我们写正向力 其实只是因为看到这个情况 现实件才画出来的图 所以反而这个是原因 这是结果 好,那让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两种 首先等速度移动和静止 它们共同的都是加速度为0 依照这个图的逻辑延续下来 我们会发现在这里画一个f 它应该要等于0 但是在线向界中 其实所有的物体至少都受万有盈利作用 那这个概念告诉我们 这个方块居然未受力 是不符合线向界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概念中画出来的东西 不一定是真的 而且就算它是真的可以回推 也不一定能够成立卫一的现象 也就是说在单纯的概念界导出来的结果 要再回推到现象界 必须还要有一些前提的假设 而中间的前提假设 其实在题目都会先给你 以这个方块来说 它会跟你说 已知方块是禁止的 然后发生了一些事 于是你在计算的时候 你就会算完以后 会说 因为题目已经跟我说是禁止了 所以才哒哒哒哒哒哒哒 那再回来看这个未受力的状态 其实 它比较有可能的应该是B方案 也就是它其实并不是没有受力 而是有刚好两个力互相抵消掉 也许是在移动方向 也许是在垂直方向 都有可能 总之 它的力量最后互相抵消以后是零 再来看一个东西 这一个图又是什么呢? 只有单纯力量存在 而却没有任何的物体 这个事情也许 在概念界你的思考中可以出现 但是在现象界中 是找不到任何现象去对应这件事的 这是因为物质和力量必须同时出现 我们无法想象在现象中只有出现力量 没有出现物体 那在这里我们下一个小节 今天讲的都是古典力学的范畴 也就是在有一定质量 而且速度很低的情况下会成立 土壤力学 基本上 每个土壤的质量都足够大 而且速度都足够的慢 所以可以用古典力学的范畴 的所有的知识去解释它的现象 在古典力学中 物质和力量其实是共生共灭的 在概念界中 我们虽然可以想象力量离开了物体 但现象界不行 这是其一 那其二是什么呢 就是在概念界中我们可以想象物体没有受力 但是在现象界中不可能 这是其二 那这两个思考误区 各位要先了解 那所以未来呢 我们讲的力量其实都是概念界的力量 而不是现象界中的真实的力量 那概念界中的力量有很多好处 首先在等效 这个等效两个字 之后我们会说明 在等效的前提下 力量是可以随意的增加或减少 那它也可以互相的抵消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拜拜